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以太幣兩個創辦人 之前我也拍過一集 講比特幣和以太幣的分別 一個就是數碼黃金 另一個就是數碼石油 以太幣其實就是以太方衍生出來的產品 以太方就是一條工鏈 就讓你去做一些儲存、算法或者是法幣的東西 都可以用它的工鏈去應用 那你用它的工鏈的時候 你就要給一些費用 給費用的幣就是以太幣 那它的創辦人有兩個 有一個就是年紀只有27歲的 叫做布特林 他以現在的計算 他應該有11億美金的身家 因為現在以太幣的市值 已經超過了美國銀行 迪士尼和著巢 那個創辦人除了他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叫做 安東尼·德羅里奧 之前那個布特林 其實就是一個俄羅斯人 另外一個 迪尤里奧 其實就是 但是最近有一個新聞就說 他會退出這個幣圈 還有賣了那個相關技術的公司 Decentral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過去幾年都覺得 他的人生就被威脅 那麼他現在出出入入 都有一隊人就跟著他 所以我就說 之前都說過 我說鍾本聰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他將所有的名字不要 隱性埋名 因為做一些顛覆性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些對手 是會給些什麼的還手給你 那麼他還手的時候 可能是會影響你的人身安全 那麼鍾本聰就選擇不出名 樣子都不出 那麼那兩個人 一個俄羅斯人 和尤里奧 他就選擇了走出來 走出來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人身受威脅 那麼他想著就買了股份 以後就從事這個慈善攝議 等同差不多金盤洗手 以後我不碰幣圈的 你不要再來搞 是一個公告天下的儀式 今天想說的以太坊兩個創白人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